你最初的印象 彦俊他给我的最初的一次印象是 在选择主题曲Centre的时候 他把票投给了我 当时我很惊讶 因为其实台上还有他公司的小伙伴 然后我当时觉得那一份信任会让我特别感动 以前我被他解释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冷酷的一个人 很高了 然后很容易生气 去挖 长得很帅 特别像动漫里的人物 这个人太多 冷道无极性 有点高冷 是一个很高冷的人 iPad就有点秀 他现在呢 基本上熟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他是另外一个人 他就是这个 冷笑话的一个高手 对 最冷的那种 现在的一餐就是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 非常有生活情调 蛮可爱的 幽默 还是冷幽默的那种 然后会经常讲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段子 认识他过后呢 会发现 诶其实他 人没有那么的凶 你会觉得自己讲的东西很好玩 他会觉得自己讲的东西很好玩 或者说他会觉得自己讲的东西很有梗 但是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很冷 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那种突然间很尬很冷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很幽默 冷场玩 不用讲 就直接冷场玩 文艺boy 因为我觉得 一个 厌俊是真的一个 活在文艺的世界里的人 我觉得是 文艺boy 因为 是不是他很文艺 他喜欢读书 喜欢看电影 也很连语 也非常文艺 文艺boy 蛮蛮蛮蛮适合的 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种那种书生的气息 文艺boy 所以吧 因为他实际上他喜欢去书店 然后看书 他最冷 也不是说最冷 就是因为他讲的笑要太多了 所以我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应该就是说那个 这个青蛙最喜欢吃什么 对 然后之后他就说是 南瓜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吃进去的时候就很难 就很难 瓜 就叫不出来 就这样 最冷的应该是 过洞门 有一只企鹅 他过洞门还是什么 应该是能过洞 鹅 毛毛 应该是很冷的 他就是 喜欢坐在 那个 我们客厅的那个沙发上 一个人 在那里 玩手机还是看视频 然后自己很 笑得很开心 默默的在那里笑 大家都知道他洗脚比较久 就是在五年之后 就是 四个人的热血 他一进去就 吃完四个人去 帮我们一起去 去一起 那洗澡 他洗澡是 要花非常多时间的 他每天都洗澡 无论到哪里 都要洗 就要洗 希望在一起在一起 下日再会在一起 下日再会玩 我们把人还洗澡 再起来又洗 洗澡 洗完洗很久 那我觉得 最好的祝福一定是 希望彥均能够 在做音乐的道路上 越来越顺利 因为我知道他最近 也很用心的 在自己去尝试写字写曲 我相信他的第一个作品 那么用心的准备 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也希望所有的nice能够支持他 彥均 生日快乐 按钮 真心的祝福你 一末的年事业 可以更加的顺利 然后在你生日会当天 你听出来发布新歌 那也希望 当天的粉丝们 和你可以过一个 非常开心的生日 彥均 生日快乐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 我见到他的朋友 就一直在一旁 然后就看到 因为他每天都 我回家三四点 然后他还能写 所以我知道 今天是点点心 然后也希望 开开今天 给我唱歌 然后又老了一岁 请你把那些 破口 用的冷笑话 都说一说 然后呢 生日快乐 林彥均 祝你 生日快乐 有没有很本意 好 至少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那我呢 我希望你在这条路上 可以越走越远 然后加油 又 bro 艳俊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越来越帅 越来越俊 Peace you 好 祝你 在新的一岁里面 要不断的 强大自己 然后要 更加的 帅气 更加的 幽默 要制造出更多的梗 然后 继续唱歌 牧羊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呢 希望你在新的一年 推出更多你自己想表达 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好 好